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本月底再次窜跑台湾 对他来说这也许不是最好的时机 民进党当局2023年度预算案中 所谓国际合作及关怀一项增加了17.5亿元新台币 其中所谓外宾接待预算大涨5600万元新台币 蓬佩奥要是明年再去台湾 也许能感受到更奢侈更肉麻的接待 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花巨款当凯子 在国际上谋独不是什么新鲜事 根据美国司法部外国代理人登记档案 蔡英文当年打电话给特朗普恭贺当选 是付钱给美国政治公关签线安排 民进党当局所谓驻美代表萧美琴 为参加拜登就职典礼也曾付费给政治前客 而蓬佩奥已经不是第一次去台湾赚钱了 他今年三月就曾窜访台湾 当时民进党当局不仅支付他15万美元报酬 而且负担了他所有税金 头等舱机票 高级酒店费用 虽然舆论对此批评不断 但民进党当局如今又变本加厉 打算增加预算 提高对所谓国际友人的报酬和接待标准了 其实民进党当局心里有本账 对他们来说这种生意稳赚不赔 首先没有一分钱出自民进党政治人物腰包 诠释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挥霍再多都不心疼 其次收了钱的友人配合度实在太高 以蓬佩奥上次窜访台湾为例 他出发前签署合约 民进党当局有权建议 他到了台湾谈哪些话题 甚至什么时候见蔡英文 何时与台独智库座谈 几点见民进党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都清清楚楚写在合约里 精确到分钟 这些拿钱办事的国际友人 不但是民进党当局给自己图之魔本的中流砥柱 还是绿营侧翼网军进行所谓大内宣的核心人物 更是所谓抗中宝台滑稽戏的重要角色 他们是民进党当局的小苹果 怎么爱都不够多 蓬在手心怕摔了 含在口中怕化了 唯恐照顾不周 为他们花再多公堂也不会心疼的